享受游戏,热爱生活,大家好,这里是永轩 今天给大家解开MC中那些令人疑惑的图片 想必大家可能之前有在其他地方见过这样奇怪的图片 你可能都不知道这些图片是如何做到的 一度怀疑这可能是P图 其实这些图片的原理很简单 对了,看之前希望大家点一点免费的赞 这对于我来说非常的重要 首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本次所需要用到的物品 石鹰块,红石,红石中继器,铁轨,拉杆,粘性活塞 做的方法非常简单啊 首先摆出一个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样子的形状 先泡好三个红石和拉杆,再放好三个红石中继器 最后安好三个粘性活塞 现在我们只需要放好三个铁轨 再拉下拉杆,你就会看到一个浮空的铁轨 接下来我们只需要重复该步骤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巨高的铁轨 接下来我们就想尝试一下这个铁轨能否使用 我们做状况车,启动 那我们就换一种铁轨 但我们会发现这个轨道下的矿车 会因为这个平台的方块从而改变轨迹 然后我又将它修改了一下 做到一个断层铁轨的效果 果然成功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一视角 接着我们来解密第二张图片 这个突破天际一半的钻石数是如何做到的 先准备四组钻石和一个双大带 我们打开工作台 把四组钻石分别放进九宫格 再用双大带拿在其中一个空格的钻石 你就会发现这部分的钻石块并未消失 然后你拿走钻石块 左边的钻石数量就会翻倍 重复这个步骤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多达 17亿4482万8418个的钻石 而且这并不是一个bug显示的数字 还是可以放入背包的 当然就算放完整个背包 这个数字好像也没有怎么改变 因为实在太大了 那我们也只好吐好一把了 把这些钻石全部扔出去了 好了谜底已经帮你们解开了 交个免费的三档学费不过分吧 讲完了 那咱们就下期再见吧 拜拜